火箭的J杆斯诺克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完全没有给对手留活路 这是2017年的世锦赛 多冠热门火箭遇到了地表最强出色的司机 加利维尔雄 他曾经在决胜局中连接 定居会的13杆斯诺克而一战成名 而在这场比赛中 他和火箭也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斯诺克大战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火箭打进长台成功上手 但是现在还有两颗贴过的红球是难点 我们看一下火箭怎么去处理 这场比赛两个人可以说是状态旗鼓相当 在前面的九局里面 基本上每个人上手都是一分之胜 不会有这种机会 看火箭打球就是感觉非常的丝滑 不需要过多的思考 叫了一个左手的位置 火箭因为是左右开工 所以你很少看到他用甲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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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一杆滑手 对对手做了一杆 接下来好戏正式开始了 I thought that was looking absolutely right for a clearance 这一杆接的也是非常不错 没有给火箭留机会 卫尔胸的防守大家都知道非常强 尤其是解球能力 现在这个彩球的分布非常乱 除了粉球和黑球在点位以外 其他四个赛球都不在点位 卫尔胸这一杆 本意是想把这个白球藏到的黑球后面 但是没有做到 小梁 这一杆斯洛克真的是太狠了 火箭的防守果然不比进攻差 小梁 这一杆斯洛克真的是太狠了 我们接到 没有避开粉球 被发6分 看一下第二次 还是碰到了粉球 还是碰到了粉球 这一杆让对手很头疼 老伯已经给出了线路 就是贴这个黄球的下补 哇 再次碰到很久 现在火箭的机会终于来了 超分了 现在是超了一分 哦 没有打劲 这样的话对手肯定是不会放弃 还是要上来再做 现在给了火箭一个中单的机会 不说话 想要在火箭手里翻弹难度还是比较大 现在是超了气氛 需要两杆斯诺克 经过长时间的防守以后 火箭已经是超了15分 现在台面只上两分钟 这一分钟 还是没有放弃的意思 随便打了一杆人输了 今天比赛最高的 谢谢大家 看一下火箭这杆防守 现在双方已经来到了决胜局 现在双方已经来到了决胜局 台面只剩最后两颗球 最后两颗球 第牛辉纳现在领先26分 选择一库来听贴 这杆贴上了 看一下火箭这杆怎么去防 白球打坐 这杆做得相当漂亮 这两颗红球都被挡住了 看一下第牛辉纳 如何去破解这杆 因为现在双方打到了决胜局 所以每一杆都是非常重要 第牛辉纳选择了两库来清贴 还是差了一点 看一下第二次 还是同样的线路 这一杆差的还是比较多 再看一下第三次 这一杆还是不行 看一下第四次 这杆难解到不是太难解 但是要解到不露球 还是没有解到 火箭也笑了 火箭也笑了 也不让第牛辉纳解了 自己再主动的防一杆 看一下这个白球 看一下这个白球 这一杆又给第牛辉纳做上 火箭的防守质量很高 一库清解 没有解到 感觉丁辉这几次的解球都处于一个梦游的状态 其实第牛辉纳的防守呢 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最近几年呢 这个防守质量下滑的比较严重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做上 碰到了这个黄球 火箭打的也是比较耐心 和丁辉会一直在比拼防守 这一杆又是一杆高质量的防守 同时挡住了两颗红球 看一下丁辉会怎么去解 这杆失误了 给了奥沙利文一个中代的机会 看一下能不能一杆直升 粉球向下的角度可以直接来较红球 现在这个局面唯一的难点就在于上方的这个黄球 看一下火箭怎么去处理 火箭直接来单叫了 这种贴护球的处理呢 我个人认为小特和奥沙利文打的是最好的 丁辉会的表情也有些无奈 哇 这一杆走位真的是非常的帅 丁辉会和奥沙利文的最近六四交手 火箭保持全胜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就是为什么每次丁辉会遇到火箭 都基本上赢不了 决心局输掉了这场比赛 希望丁辉会下个赛季能有好的表现 有一点 节目